大批救護人員到民宅內搶救一名男子 原來男子的臉早吊竿貫穿 救護人員確定有割掉的長度後 趕緊開始切割 吊竿被拒短後 男子躺在單架上被抬到屋外 男子臉上還卡著一截短短的吊竿 滿臉是血被送上救護車 畫面非常嚇人 六號清晨五點多 台東一名三十八歲的林姓男子 臉部遭吊竿貫穿 救護人員獲報趕到現場將他送醫急救 臉部的部分有一隻魚叉一個貫穿的傷口 就是貫穿到全部的出來 最了解當時林姓男子在家中爬上高處拿東西 卻不順摔落地面 沒想到正好被擺在地上的吊竿插個正著 雨溝就這樣直接從左邊下巴插入刺穿右臉 林姓男子送醫時臉上還留有長度約四十公分的吊竿 意識清楚目前人在治療當中 記者潘正賢王毅德台東報導 我是陳雞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